主人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 聆听上帝的话语 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主题是 上帝给罪人的奖励 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寻常 罪人为何的奖励呢 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 取自于以细节书第43章 第一节到44章第三节 希望我们可以事先读完这篇经文 然后我们再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 思想上帝的话语之前 我们先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的心充满感恩 因为我们是罪人 但祢使我们成为义 并成为祢的儿女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时刻意识到 祢多么恩宠我们 好让我们使用祢赐给我们的生命 当作伙计献上给祢 感谢赞美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祢来弟兄姐妹 我现在读一下 以细节书第43章 第1到第5节 以后 他带我到一座门 就是草洞的门 以色列神的荣光 从东门 从东而来 他的声音 如同多水的声音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起庄如从前 他来灭城的时候 我所见的一像 那一像 如我在 加巴鲁河边 所见的一像 我就浮浮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 从朝东的门 照入殿中 林将我举起 带入内院 不料 耶和华的荣光 充满了殿 2011年的9月 一艘美国海军 突击舰航行 到纽约港口 这次到访 显得特别 因为他的船头 是用7.5吨重 从世界贸易中心 废墟中 发掘的钢铁制造的 那艘船 向空中发射了 21次大炮 作为 对在2001年9月9日 牺牲者的敬礼 在来迎接的消防人员 和受害者的 亲属们的见证下 轮船的象征 被设计为 一只凤凰 正飞向 双子塔之间 以别忘记 为座右铭 对于流放当中的 有大人 也是如此 听到以西节先知 关于新的生殿的 预言 他表达的信息和心事 别忘记 请记住 尘土的现实 上帝的荣耀 曾经在耶路撒冷停留 但是 因信徒的罪恶而离去了 正式的圣殿 已被摧毁 以被摧毁 圣地应记住的事实 这一项 使有大信徒 记住 上帝 不忘记 他们 将 将来 总有一天 他的荣耀 将重返 远听的先知 肯定理解 这一项 鼓动人心 上帝 是否 永远离开 他的信徒 答案 当然不是 为了上帝 自己的名 也为了证明 他承诺 给亚伯拉罕的 祝福 并不撒谎 上帝 将返回 上帝 没有义务 拯救他人 但是 上帝 与亚伯拉罕 之间的承诺 使得他 必信守 今天的经文 以细节先知的意象 不意为 真面上的解释 因此 不要吃惊 如果这里 没有记载 关于流放之后 没有荣耀的 云彩返回圣殿 六百年之后 当主耶稣来到 并解禁圣殿的时候 上帝的荣耀 返回了 他的殿 这个我们可以看在 马克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五到十九节 主耶稣的行动 表现了上帝惩罚 那些 得蒙 复原 却死不悔改的群众 同时 显明 他解禁 我们脱离 罪恶的作为 您的生命 已经被 主耶稣的死 与复活 更新 不要再 回到 您的旧习惯 上帝的祝福 非常珍规 不是廉价的 为表现 对上帝的祝福的赞赏 您愿意做什么 主耶弟兄姐妹 我们本是上帝的敌人 但从黑暗里 他呼召了我们 我们如何回应 他的呼召呢 我们可以回想到 当我们承认 自己是个罪人 并接受主耶稣成为 我们救赎主的时候 可能 我们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 我们如何看待 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 并恳求主 怜悯我们 如果我们看清了 祂给我们的恩典 并求主 赐给我们一颗 充满感恩之心 让我们愿意为主而活 我们来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今天的话语 再次让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身为基督徒 如何在你面前生活 我们是否珍惜 你赐给我们的恩典 或者相反 我们感觉都是理所当然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可以把你的话语 在我们生活中行出来 使别人的看见 并荣耀你的名 感谢赞美你 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主耶弟兄姐妹 愿我们可以活出 为上帝而活的生活 上帝与我们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